在数学的世界里,有一个被誉为最重要的未解之谜的数学难题,至今困扰着全球数学家超过160年,它就是黎曼假设Riemann Hypothesis,这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它与密码学、物理学、甚至全球金融市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人认为,破解黎曼假设将能彻底改变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甚至让某些人拥有预测市场的能力,从而颠覆整个全球经济体系。 但,这是真的吗?还是只是人们对数学与财富的一厢情愿? 今天,我们将从数学、密码学与金融市场的角度,深入探讨这个神秘的数学假设,并分析它究竟会如何影响世界。 1.黎曼假设到底是什么?为何它如此重要? 黎曼假设最早由德国数学家,伯恩哈德黎曼·伯尔哈德里曼·伯尔哈德里曼在1859年提出,核心内容围绕着数学中最神秘且最重要的一组数字,质数,prime numbers。 质数是指除了一核自身之外,无法被其他数字整除的数,例如2、3、5、7、11、13。 这些数字看似随机分布,但数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在试图寻找它们的内部规律。 黎曼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数学函数,黎曼Zeta函数RemandZetaFunction,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所有非平凡零点的实步,应该全部落在零点我这条直线上。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质数的分布将变得可预测。 人类将真正掌握质数的奥秘,影响力也超我们的想象。 2、破解黎曼假设,能让人预测金融市场。 黎曼假设以金融市场的关联,来自于它与随机性randomness的关系。 在金融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被认为是随机的。 这与质数的分布方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许多数学家与量化金融专家相信,黎曼假设一旦被证明, 就能够更准确地分析市场的随机性,甚至可能让人类预测市场的走势。 以下是可能发生的几种影响。 1、更强大的市场预测能力。 如果质数的分布规律变得可预测, 那么数学家可能会发现价格波动的底层模式。 目前,许多金融机构依靠高频交易, High Frequency Trading,HFT进行微秒级的市场操控。 而这些交易策略本身就依赖于数学模型。 如果黎曼假设被证明, 可能会出现更精确的金融数学工具, 让某些人能够更准确地预测股市的波动, 甚至找到市场内部隐藏的模式。 2、密码学的终结。 金融交易安全性受威胁。 现代金融交易系统大量依赖于加密技术。 其中一个关键基础就是质数的随机性。 目前最常见的加密演算法, 例如RSA加密, 都是基于两个超大质数的相承。 这使得破解, 它几乎不可能。 然而, 如果黎曼假设被证明, 那么质数的分布将变得可以预测。 这意味着加密技术的安全性将面临巨大威胁。 影响范围包括网路交易的安全性下降, 银行与金融机构的数据可能被破解, 全球电子支付系统可能被迫进行大规模改造。 由此可见, 这不仅仅是数学界的问题, 而是影响整个现代经济体系的关键。 三, 量子计算与超级AI的兴起。 如果黎曼假设被证明, 我们很可能需要完全重新设计金融交易系统, 甚至开发新的密码学标准。 由于量子计算的高速发展, 量子计算机未来可能能够以远超传统计算机的速度处理质数分解问题。 如果有一天, 某个国家或企业率先破解黎曼假设, 并利用量子计算机来进行金融交易, 那么他们可能会拥有垄断市场的能力, 甚至能够完全颠覆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 三, 破解黎曼假设的挑战, 距离证明还有多元。 尽管数学家们已经努力了超过160年, 但至今仍没有人能够正式证明或反驳黎曼假设。 目前, 我们已经知道数百亿个非平凡零点都符合黎曼假设的预测, 但这并不代表它对所有数值都成立。 在2000年, 克雷数学研究所, Clay Mathematics Institute将黎曼假设列为千禧年七大数学难题之一, 并悬赏100万美元给第一个能够证明或推翻它的数学家。 然而, 尽管有如此高的奖励, 至今仍没有人能够正式解开这个谜团。 许多数学家认为, 黎曼假设可能需要完全崭新的数学工具才能被证明, 而这些工具甚至可能尚未被发现。 结论, 如果黎曼假设被破解, 世界将如何改变? 黎曼假设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 而是一把打开智术奥秘的钥匙。 如果它被证明, 可能会改变我们对随机性的理解, 甚至影响金融市场, 并让密码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且可能加速量子计算的发展, 甚至带来数学我企划的风险。 然而, 这一切都仍然只是推测, 我们无法确定黎曼假设是否会在我们这一代被证明, 但它仍然是数学界最具挑战性, 最有影响力的未解之谜之一。 如果你有机会破解黎曼假设, 你会选择发表它, 还是默默利用它来改变市场。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世界未解之谜。